我是下家被抱错的孩子 养我17年的父母 开心的像是中了彩票 因为年级第一的秦牧羽 天天被他们挂在嘴边夸的孩子 居然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不像我 牧羽脑袋 不爱说话 笨蛋一个 但其实我比他们还要开心 因为秦牧羽的妈妈终于是我的了 天台上的风好大 楼很高 我低头向下看 什么都看不到 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会偷偷来这里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曾想 等第21次来的时候 我就真的跳下去 今天正好是第21次 我终于站在了天台最外侧 只要再往前迈上一小步 一切就都可以结束了 但我还是怂了 我站了很久很久 还是没有迈出那一步 因为明天就是费利特的生日 我还想和他说一句 生日快乐 费利特是我最喜欢的二次元角色 我喜欢他的声音 更喜欢他的故事 他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温暖过我的世界 我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 买了费利特的周边 一个等身大的玩偶 这样他就可以陪着我了 但我妈看见的时候 突然就发疯了 他揪着我的头发 歇斯底里地扇我 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学习 你知道我在你身上 花了多少心血吗 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呢 你把花在旁门左道里的心思 拿出来一半放在学习上 也不至于会是全班倒数前十 我的脸真是都被你丢尽了 他扇 我还不够解气 又狠狠在我背上砸了好几拳 费利特哀伤地看着我 然后在我妈的剪刀下 变得面目全非 你看看你们年级的琴木鱼 怎么人家就样样优秀 你就像废物 成绩不好就算了 你机灵一点也行啊 别一天天的不说话 像呆子似的 有时候我真觉得呀 木鱼才应该是个我的孩子 他用剪刀把费利特剪碎 用语言也将我撕碎 其实我知道 半个多月以前 他就偷偷拿了琴木鱼的头发 去做了亲子鉴定 他希望琴木鱼是他的孩子 是认真的 不是说说而已 我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 学校每一年的优秀教师里 绝对有她 我爸手里有一个小公司 里面有小一百号人 他们夫妻恩爱 双方事业有成 人生中唯一的失败 大概也许就是我了吧 小时候 他们培养我钢琴 小提琴 大提琴 想让我做一个 看上去就满腹才华的淑女 可惜我偏偏是个 喜欢二次元的宅女 后来他们又给我 不停地报各种补习班 花钱请家教 希望我做一个学霸 可惜我是呆子学渣 他们在外掌控一切 回到家里却发现 掌控不了一个小孩 明明只要按照他们的安排 去做就行了 为什么非要不听话 暴力在某一刻产生 然后不断蔓延 化作尖刺 开出花朵 在我的青春里 肆无忌惮地张牙舞爪 每一个巴掌 都是为我好 每一次强迫 都是良苦用心 他们觉得 我现在不明白不重要 因为以后 我一定会感谢他们的 可他们越是这样 我就越无法思考 像是落入湖水中的人 我拼命呼救 然后被强行堵住嘴巴 他们不断地 一次又一次地 将我推下去 渐渐地 我开始睡不着觉 连续地失眠 让我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甚至开始脱发 直到某天夜里 我起床 想去厨房倒杯水喝 他们的房间没有关门 我听见我妈说 我们办公室 好几个老师都说 沐宇和我长得像 沐宇和出勤 刚好是同一天的生日 还都是在一中心医院生的 哎 哪里会有这要巧的事情 我爸嘟囔了一句 但从他的语气里 我听出了一丝隐隐的期待 巧不巧的 咱们找专业的验一下 不就行了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那 行 我拿着杯子小口 抿着水往回走 听见自己亲爹亲妈 谋划着 要去和别的孩子 做亲子鉴定 我应该难过的 但那晚 我神奇地做了一个美梦 梦里 秦木宇的妈妈抱着我 她好温暖好香 在她的怀里 我睡得很踏实 我在家长会的时候 见过她很多次 虽然我妈不止一次地 在背地里吐槽过 不过就是一个 扫大街的清洁工 凭什么能培养出 那么优秀的孩子 但我觉得 她很好很好 她总是眉眼温柔地 看着秦木宇 不会在她耳边叨叨 你应该要这样做 应该要那样做 就算秦木宇做错了 她也不会扇她巴掌 甚至秦木宇 还能和她一起 讨论喜欢的二次元 我妈不知道 秦木宇也有喜欢的二次元 梦醒的时候 我想 如果秦木宇的妈妈 真的是我的妈妈就好了 我从天台上下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风吹得太久了 腿一直在抖 算算时间 补习课也快要结束了 翘课的消息 应该很快就会被我妈知道 因为补习班的老师 是她朋友 虽然她不能时时刻刻地盯着我 但在我的周围 到处都是她的眼睛 我叛逆很长一段时间了 就算回家要挨巴掌 我也要翘课 我要在他们 找不到的地方 自由呼吸 回去的路上 我还买了奶茶和辣条 他们不让我吃 我偏要吃 可进门的时候 我还是没忍住 嚼了好几颗口香糖 挺矛盾的对吧 一边想要反抗 一边又习惯性地害怕 有时候 我也挺讨厌 我自己的 也许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我不够好吧 或许我真的是个 什么都做不好的废物 门开了 我提着书包 换了鞋 低着头直直往自己的房间走 我看见我爸和我妈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但我不想和他们中间的 任何一个人说话 按照我的经验 下一秒 我妈就会从沙发上弹射起步 冲过来大喊大叫的质问 并随机触发翻书包 查手机 扇巴掌 扯头发等一系列常规操作 我爸呢 总是一言不发 黑着一张脸 往那一坐 冷眼旁观 要是我妈支不住我了 才是她的战场 但今天家里的气氛 忽然不一样了 他们和颜悦色地 拉着我坐在沙发上 全程没有提一句 我翘课的事情 这实在是太诡异了 然后 在这诡异的气氛中 我妈开了口 出情啊 妈妈有一件事 要告诉你 虽然可能一开始 有些难以接受 但是妈妈相信 你会慢慢适应的 你 其实不是爸爸妈妈的 亲生女儿 当初在医院的时候 你和沐宇抱错了 我看着茶几上放着的 亲子鉴定结果 笑了一下 然后抬手捂住了双眼 我想我的眼泪 一定是绝望的 而他们只是 单纯地觉得 是我接受不了 我妈终于把我抱在怀里了 她轻轻拍着我的后背 但是爸爸妈妈 还是爱你的 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然后开始虚伪地说爱我 真讽刺 很快两家人 就见面了 全程最高档的 酒楼包厢里 我和秦牧宇 隔着龙虾摆盘 两两相望 我的爸爸 哦不 许叔叔侃侃而谈 讲他是如何白手起家 讲一开始四个人的工作室 是如何在他的带领下 拥有近百名员工 讲到最后 他看着秦牧宇煽然泪下 悔恨地饮下一杯又一杯的白酒 牧宇 是爸爸对不起你 但是没关系 从今以后 爸爸会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妈 不 李阿姨也情不自禁地 掉了好几滴眼泪 在这小小的包厢里 他们好像两个小丑 带着自我优越的底色 秦牧宇的妈妈 坐在对面 一句话都插不进来 最后 我爸问了句 听说您家先生早就去世了 现在靠着做环卫工人 抚养我们家牧宇 真是辛苦你了 可如果不是报错 牧宇会拥有更好的平台和资源 我相信 他还可以变得更优秀 秦牧宇拍着桌子站了起来 我妈环卫工人怎么了 他不拖不强 把我养得很好 好好好 是爸爸说错话了 这孩子 还挺有个性的 我爸笑得像个自豪的慈父 爸爸自罚一杯好不好 秦牧宇的妈妈拉着他坐下 又看着我 眼底情绪交织 有无措 恍然 也有自责 难过 我心虚的不敢再看他 垂头包着龙虾壳 所以今晚我回哪睡 回许家 还是回秦家 等了很久 许叔叔才发话了 出秦啊 不管如何 家里的大门会永远为你敞开 说完他又重点补充了一句 但我们希望牧宇能尽快回到 原本属于他的位置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觉得 还是再做一次亲子鉴定比较好 请牧宇的妈妈终于说话了 许叔叔坦然 好啊 当然没问题 但既然已经验过我们和牧宇了 这回就验您和出情吧 当然 费用也可以由我们来出 我嘴里的龙虾瞬间就不香了 忐忑的又等了半个多月 另一份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了 不知道哪一步出了问题 但是结果确实如我所愿 连老天都在帮我 秦牧宇的妈妈现在是我的妈妈了 离开的那天 天空下着小雨 许叔叔和李阿姨将我送到小区门口 请牧宇从他妈的电动车上下来 我们打着伞相遇 然后擦肩而过 在那儿过的时候 我在心底对他说了一声对不起 不过我想 他这么优秀 应该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吧 我坐上电动车 然后被罩进透明的雨衣里 雨点滴滴答答地打在帽子上 迎面而来的是来自旷野的泥土芬芳 我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地呼吸 到拐弯的地方 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 他们拉着秦牧宇的手头 也不回地往小区里面走 只有秦牧宇在回头看 而坐在我前面的人在偷偷地哭 那一刻 我是羡慕秦牧宇的 羡慕他轻而易举就能得到所有人的爱 而我 只是一个懦弱的缺爱的 想要逃离这一切的小偷 秦牧宇家很小很老 50平左右的红砖楼房 但房间收拾得很干净 随处可见的绿植让人心情很好 我站在门口 有些局促 秦牧宇的妈妈 在外面将雨皮收拾好了才进来 她的眼底很红 但是已经没哭了 她轻推着我进了屋 又抬手将我脸上的雨水擦去 最后从鞋柜里取出一双新的拖鞋 卧室里 新换的床单被套上面是干净的造香味 床的旁边紧挨着一张书桌 书桌上面有一盏粉色的台灯 很可爱 很温馨 有没有哪里不喜欢的 秦牧宇的妈妈 不 现在是我的妈妈 她站在门口和我同样局促 家里小 是不是不习惯 我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我告诉她 我很喜欢 也没有不习惯 然后我们两两相望 空气中是不知所措的尴尬 两个陌生人突然成了母女 都需要时间适应 我先去做饭 你喜欢吃什么 都可以 那好 你先休息一下 饭做好了叫你 门从外面被带上 我坐在床上下意识地想 原来在家可以关卧室门 是这种感觉呀 我把头埋进被子里 被安全感包围 竟然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 妈妈很早就要去上班 给我留了早饭和叮嘱的字条 我把那张30万的银行卡 塞进了她的枕头下面 比起谁谁谁早恋 谁谁谁打架 显然我和秦牧宇 被爆错17年的消息 更炸裂 本来离高考就剩下一年 两家协商好像对外保密 不知道是怎么走漏的风声 嘖嘖嘖 我乐个逗 现实果然才是最狗血的 许出情实惨 以前学习不好 还有她爸妈给她兜底 现在啥都没了 活该呗 以前仗着她妈是班主任 家里有钱 对谁都爱搭不理的 超能装的 自己学习不好 还看不上别人 双标 我以前看她贼烦 身边的窃窃私语 从来没有停止 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我低着头在课本上画画 都是不务正义 我画一张她撕一张 我为了和她作对 就画在课本上 画在校服上 都没用 她有无数种方式可以制裁我 她还只让我和年纪前十的 好学生一起玩 有时候我觉得 她可能只想要一个 可以随她掌控的木偶 又或者是写好 她指令程序的机器 总之 不是一个可以有自己思想的 活生生的我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一个人 可我其实并不坚强 我在那些声音中 一点一点将头埋进手臂里 直到又有人说 秦木宇命真好啊 以前是学习好 但是被他妈拖累 连个补习班都抱不起 现在这不是直接起飞了 你他妈说 谁是拖累 再说一句试试呢 秦木宇好像一个 从天而降的英雄 挥动着双拳 把反派打倒在地 那些讨厌的声音 立刻消失了 只有反派求饶的惨叫 和英雄动感十足的暴击 我一个小小路人甲 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然后这位英雄 转头对我来了剧 许出情 你哭个毛啊 别人都骂你了 不会还嘴的吗 你是不是傻逼呀 他骂得我心里暖暖的 上头的我冲过去 给了反派一个漂亮的肘击 然后我俩一起 被请去办公室了 但是只有我被通报了 不过没关系 因为那天从办公室 出来的时候 我听见我们班主任 小声地和秦木宇说 以后少和他玩 但是秦木宇坚定地说了声 不 通报前我被请了家长 我妈大概是第一次被请家长 低着头看着班主任 咄咄逼人的眼睛 好像做错事的是他 而不是我 出勤妈妈呀 这是吧 也怪我 怪我们以前没把出勤教育好 但是做错了事情就要挨批评 想必你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吧 还有 出勤啊 在学校就应该好好学习 你自己不学 也不应该带话好同学 以后还是离木宇远一点 他气定神闲地喝着茶 穿着真思的长袖衬衫 笔挺的西装裤下 一双小羊皮的平底鞋 轻轻点在地面上 高高在上的姿态 不屑一顾的语气 就连从窗户里打进来的光 都只落在他的身上 而我妈一身 洗到发白的灰色长裤外套 站在阴影里垂着头 我无法形容 看到这一幕时的心情 心里好像生出了一团火 那团火烧得我浑身发抖 我好生气 可鼻子却不争气地发酸 我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我绝对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一次 如果我不能让我妈为我挺胸 至少也不能让她为我低头 不就是学习吗 我学 我狠狠攥着拳头 指甲牵进掌心 还是没忍住 又哭了个稀里哗啦 这孩子 说几句就哭成这样 这么不抗压以后可怎么办 班主任有些不耐烦 我妈走过来拦住我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 叠得整整齐齐的卫生纸 抽了两张过来 帮我擦眼泪 没归位的 我刚想说句对不起 突然我妈抬起头 像个护载的战士一样 眼神里全是坚定 李老师 事情的经过我都了解了 出情打人是不对 我们该认罚认罚 该道歉道歉 可那些骂人的孩子 就一点问题没有 他们是不是也应该给出情道歉 况且带头打人的是沐宇 为什么只通报出情 如果学校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我觉得这个决定是不公平的 沐宇是年纪第一 出情他的成绩 我想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 应该和学习成绩无关 至于报错的消息 是怎么传出去的 如果要查的话应该也不难 班主任脸色瞬间闪过一抹苍白 他放下手中的水杯 彻底牙火了 我好不容易守住的眼泪 又又又稀里哗啦了 原来就算犯错了 也可以不挨骂 不挨打 就算受委屈了 也不用怕 因为我的妈妈 她会保护我 那天回家 我坐在电动车后面抱住了她 凉风轻浮 夕阳在身后追着我们跑 到家的时候我问她 我学习不好 还在学校惹事 半分都比不上勤募语 你会讨厌我吗 我妈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傻孩子 不管你是什么样子 妈妈都会爱你 有学习好的 就会有学习差的 妈妈给不了你优越的生活 你会嫌弃妈妈吗 当然不会 我脱口而出 那妈妈又怎么会讨厌你呢 这一刻 我确定我看见了天使 第二天放学的时候 秦牧宇来找我一起写检讨 因为经过我妈的距离力争 结果是 下周一升旗仪式结束后 英雄 反派还有路人假药 一起被通报 当众检讨 这很公平 我和秦牧宇都没有什么意见 只有反派很崩溃 凭什么挨打的是我 检讨的还是我 因为你嘴贱 秦牧宇热情地为她指点迷津 反派一整个有苦说不出 写检讨是我强项 因为逼人写检讨 是我以前那个妈的强项 有时候她打不动我了 就逼我写 洋洋洒洒几千字 写完还要站在旁边 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念到她满意为止 所以秦牧宇还在 埋头苦思的时候 我已经背起了 回家的小书包 秦牧宇扯着我的书包袋 大神 舅舅 原来年纪第一的天才 也有不擅长的东西啊 我双手抱胸 仔仔细细地想了想 然后从书包里 掏出一大卷子 我帮你写检讨 你教我做题 如何 成交 周末的时候 我剪掉了长发 掀起了厚重的刘海 周一的早上 我站在全校师生面前 接受他们审视的目光 这对我这个爱人来说 简直是要命的修罗场 我的声音发颤 腿也在打哆嗦 但我这次不会退缩 我看了人群之后的班主任 高声呐喊 请所有的同学帮我见证 我下次考试 一定会进步50名 如果没有做到 我就在操场裸奔20圈 嗯这么勇啊 许出情 牛逼 加油 我看好你 人群中一下子就炸了 声音此起彼伏的 还有人给我加油 旁边站着的教导主任 脸色发黑的走过来 早就念完检讨的 秦牧鱼 歪着头笑的夸张 先一步夺过我手里的话筒 行 既然要玩就玩得大的 如果许出情没有进步50名 我和他一起裸奔 牛逼 牛逼 这回人群中传来掌声 话筒被教导主任夺走 秦牧鱼揽着我的肩膀 妹妹 放手一搏吧 姐姐可是为你压上一切了 心脏砰砰跳得厉害 我把检讨抛向空中 看着风把它吹圆 红色的旗帜在我的头顶飘扬 这一刻我觉得 我的青春就该和她一样 鲜艳热烈又自由才对 解散之后 又被班主任请去办公室喝茶 你是不是恨我 报复我 所以才想带着沐鱼一起变坏 好好的女孩 是怎么有脸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出裸奔这两个字的 啊 我真不知道 我们这是七年来 到底教了个什么东西 她的脸比教导主任还要黑 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的时候 她下意识地扬起手臂 但我不会再白白挨打了 我接住她的巴掌 把她的手腕死死握在手心里 你已经不是我妈了 动我一下试试 我的重点不是裸奔 而是进步 听不懂的话 建议多做几套阅读理解 还有 你也不必再说什么打击我的话 因为我一点也不在乎 面对我的反抗 她有一瞬间的破防 还有一个月就是期中考试 进步五十名 我还不知道你几斤几两 行啊 那我偏要做给你看 说完我转身离开 好吧 当肾上线素退去 我承认是我说话太大声了 之前落下的基础实在太多 现在想捡起来 都不知道先捡哪一个 晚上十一点半 我看着数学题 在崩溃的边缘 装耳挠腮 秦牧宇发过来一份资料 姐的独门笔记可都在这里了 看不懂的明天课间来找我 姐给你开小灶 哼 明明一样大 谁是谁姐呀 我反手就是一个 感谢姐姐大人 做人嘛 就得能屈能伸 秦牧宇在学习上 确实有几把刷子 面对我薄弱到可怜的基础 她立刻给我制定了一套 先公重点 在茶区补漏的学习计划 只用课间十分钟 她就能清晰地 给我讲通一个知识点 一天有七个课间 那就是七个知识点 一周就是三十五个 知识源源不断地 进入我的脑袋 原来学习 竟然也可以是一件 快乐的事情 那些原本还坐等我和秦牧宇 因为抱错事件 撕起来的吃瓜同学 只能不解地 看着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可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明明偷走了秦牧宇的妈妈 她却对我这么好 她是除了费利特以外 我的第一个朋友 原谅我是一个卑鄙的小偷 这样贪心的我想把她也一并偷走 公布期中考试成绩的那天 是个好天气 班主任拿着成绩单走进来 所有人都摒弃宁神 我看着387的年级排名 只是很轻地笑了一下 抬头对上秦牧宇看过来的眼神 她偷偷对着我比了个大拇指 所有的付出都没有白费 我做到了 而我有信心还能变得更好 但我们班主任显然并不满意 她把教案重重拍在讲桌上 扶着她的金丝眼镜 摆着一张千年不变刻薄的表情 有些同学侥幸进步了一百多名 希望下次不会又掉到后面去 还有 秦牧宇同学 虽然你这次还是考了第一名 可是为什么和第二名的分差 却缩短到了十分以内 你是一个学生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学习 不要天天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老师 什么是不三不四的人 秦牧宇站起来直视他 你指的是我们班的谁 他比我勇敢一百倍 作为老师这样看待自己的学生 不会觉得抱歉吗 你跟我出来 那天教室外面的走廊里 安静无声 只有两记响亮的耳光 久久回荡 那声音又将我重新拉入湖底 身上好痛 我被四面八方的窒息包围 有人冲了出去 老师 救命啊 许出情晕倒了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秦牧宇满身伤痕 他洁白的长裙上是触目的鲜红色 牢笼里的玫瑰扎进他的皮肤里 他双目星红地对着我大声质问 为什么 为什么 凭什么让我替你承受这一切 你这个卑劣的小偷 你不配做我的朋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哭喊着醒过来 闻到了笑意是特有的消毒水的味道 有人抱住了我 他的声音与我梦里的重合 可他说 许出情 你知不知道你吓死我了 玄空的心脏重新落回胸膛 我在这一刻沉溺 我说 秦牧宇 对不起 他把我抱得更紧 傻瓜 笑意说是我长期睡眠不足 造成的神经衰弱 受了刺激后引起了短暂性的昏厥 他叮嘱我一定要多休息 晚上别熬夜 我没说 不是我不睡 是我根本睡不着 我也没说 无数个睡不着的晚上 我的身体都很痛 痛到只能靠掐自己来缓解 这些我以前都和我妈说过 换来 矫情 两个字 他无法理解 也没想过理解 他觉得 都是我再给不想学习找借口 还有胡思乱想的时间 就说明 补习班还是不够多 后来 我就不说了 他们又开始嫌弃我 沉默寡言 不善言辞 他们明明希望我变得好 却又有无数个理由 去一遍又一遍地证明 我是个废物 可他们才是分裂的 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妈做了糖醋小排 还做了油闷大虾 她系着围裙 从厨房里端着菜出来 看着我笑 这次可是进不了一百名 必须得庆祝 快去 洗手吃饭 餐桌上那盏暖橘色的小灯 照亮了我 387名 也值得庆祝吗 我们年纪只有500多人 我心里是开心的 只是有一点不确定 而且我也不是靠自己 琴慕与他也帮了我很多 我的碗被排骨和大虾堆得高高的 当然值得庆祝 虽然有人帮助了你 但结果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进步这么大的 初情 你真的很聪明很优秀 妈妈的眼睛很亮 里面是为我驱散黑暗的光芒 我低着头认真扒饭 妈 你相信我下次考试还能进步吗 妈妈当然永远相信你 说完她掏出一个新的钥匙圈 上面挂着我最喜欢的费力特 于是我开始更努力地学习 因为相信的力量是无敌的 课间 自习 甚至体育课自由活动的间隙 我永远在作题 那些晦涩难懂的提形 逐渐变得清晰 我像一块干枯许久的海绵 在知识的海洋里 迸发着最大的袭力 期末的时候 我考进了年纪前300 秦木宇超了第二名30分 在31度的夏天里 我们放假了 我骑着自行车 在斑驳的树影下穿梭 有人追上来 在我耳边叙导 那不是秦木宇家的车吗 假惺惺和你做了几天朋友 现在还不是不理你 还是那个忍不住喜欢嘴见的反派 但我已经不是只会低头 等着英雄从天而降的路人甲了 那咋了 管得着吗 我停下来 他也停下来 然后猝不及防的 被我一脚连人带车踹翻在地 如果他能看见 我和秦木宇的聊天界面 就会知道 他每天都有给我发整理好的笔记 他说 我们不做盲目反抗的笨蛋 但要做既定目标的实现者 他说的话总是很高深 我故意逗他 能不能说普通话 他回我 简单来说就是 我妈现在限制我交朋友 但是明面上不行 我们就搞地下 还有 许出情 我们一起去清北吧 我都要被他给逗笑了 我 和你 清北 秦木宇你好狂啊 年少轻狂懂不懂 现在不狂什么时候狂 许出情 我想我们一起 变得更好 你呢 你想不想 怎么办 突然没理由的心动了 假期还剩下一半的时候 秦木宇他爸妈 去参加省外的交流会 为期一周 那几天秦木宇晚上总跑来我家 缠着我妈给他做饭吃 然后和我挤着睡 小小的一张床 明明我都快被他挤得掉下去了 却意外地睡得很香 他拉着我 走在他长大的街巷 告诉我 哪里有好玩的 哪里有好吃的 我们从天亮逛到天黑 直到家家亮起灯光 他自然地牵起我的手 我们回家吧 他的手和妈妈的手一样柔软 我愣了一秒 跟在他身后 被他拉着 可在回家的最后一个转角 有人拦住了我们 那个人我认识 这一片的混混头子木野 听说醉混的时候 差点打死过人 他抬腿蹬在另一边的墙上 指尖加着一点火光 哟 现在见你一面真不容易 身后的路被人拦住 木野把指尖的火摔在地上 还得是你 小姑娘被你骗的 家被偷了 还帮你数钱呢 秦木宇 你到底有没有心啊 连自己亲妈都不要了 木野的话催着毒 像刀似的一刀一刀 朝秦木宇身上歌 秦木宇定定看着他 木野 我永远都不会喜欢你 永远 砰 的一声 木野抱怒挥拳砸在墙壁上 好好好 你信不信 老子今天晚死你 他拽着秦木宇 往小巷深处走 秦木宇没有反抗 只是说了句 让我朋友走 别难为他 朋友 哪种朋友啊 被你背后捅两刀的那种傻朋友 木野冷笑一声 看了一眼我 最后还是冲着后面的人点了点头 身后的路被让开 可我怎么会丢下朋友一个人逃走呢 费利特会永远站在朋友的身边 许出情也会 我死死拉着秦木宇的胳膊大喊 有本事 你把我们两个都杀了 木野 你有病啊 秦木宇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你被骗了你懂吗 他摇身一变 成了有钱人家的小孩 吃香的喝辣的 踩着你的通天梯扶摇纸上 你呢 祝老破晓 要啥没啥 还和他手拉手当好朋友 被利用了都不知道 要不要哥哥帮你报警啊 哈哈 他们发出自以为是的嘲笑 自作主张的觉得 我就是那个被骗的傻子 烦死了 烦透了 老破晓怎么了 我乐意 你管得着吗 我冲上去推开了木野 在他惊诧的目光中 又对着他的小腿很踢 我们是做了亲子鉴定的 你说他骗我 有证据吗 行啊 你报警 等警察来了 我要告你造谣 愤怒把我变成一个 什么都不怕的疯子 秦木宇抱住我 试图让我平静下来 挣扎间 我扯开了他的袖子 胳膊上面是青紫色的玉青 一团又一团 我一下子安静了 不用想我都知道这些伤是怎么来的 因为太熟悉了 因为这些伤曾经也遍布在我的身上 我以为优秀如他 满足他们所有的预期 就会得到他们的爱 可没想到当底线被抬高 就会衍生出更多的预期 他们不仅要求秦木宇做第一 还要远远地甩开第二名 后来不仅要甩开第二名 还要提前学习高二高三的课程 即使如此 暴力已经成为他们最拿手的教育手段 比刻意的暴力 更可怕的是暴力不自知 从头到尾都是我错了 我承受不了 却把秦木宇推了下去 吃香的喝辣的 你看见了 那你怎么看不见 他在那个家遭受的压迫 这样的伤不止在他胳膊上 他肩上 他背上全是 这就是你以为的好日子 秦木宇不是骗子 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小偷 他们不笑了 木宇冷着脸 看我一拳一拳砸在他身上 看着秦木宇手臂上的伤 他抱着我 在我耳边一遍又一遍地说 没事了 出情 没事了 怎么会没事 砸在木宇身上的拳头 让我觉得雀跃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觉得我好像又变成怪物了 我缩在秦木宇的怀里 对不起 木宇 对不起 我想回家 可是我好像找不到我的家在哪里了 木宇最终什么都没有做 他走了 临走前 他还警告其他人 今晚的事 谁都不许说出去 他不像来时那么的气势汹汹 相反在看秦木宇的眼神里 还带了几分心疼 我看着他的背影 他或许真的喜欢你 也许吧 喜欢谁是他的事 我管不着 秦木宇把袖子扯下来 重新盖住伤痕 许出情 我们聊聊吧 那些不能说的秘密 现在可以说了 我带他去了我常去的天台 告诉他 我是怎么偷听到我爸妈的谈话 又是怎么把亲子鉴定里的头发 换成了我的 这里的风一如既往的大 风中裹挟着闷热 我假装眺望远方 不敢看他的眼睛 月光下 他又一次抱住了我 许出情 如果我告诉你 我是你的共犯 你是不是就不会这么自责了 风真的好大 以前我站在这里 无数次的想要跳下去 今天却有点高兴的想哭 共犯 我现在只觉得 这个词浪漫 我大概真的有点不正常 他把我吹乱的头发 捋到耳后 还记得我说的吗 我们一起考青北 许出情 我们一起长大 去看外面的世界 心脏砰砰巨响 奇目与视角 十岁的时候 父亲出了车祸 肇事者是个有钱的富二代 犯错的是他 嚣张的也是他 二十五万买你一条腿 你就偷着乐吧 要不是遇见我 你这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钱 医院刺目的白光 照得我眼睛疼 我看着我爸卑微地点头 我妈把我拉进怀里 小雨 你不是想学画画吗 妈妈给你买彩笔呀 但从那天起 我再也没有碰过画笔 爸爸的腿落了残疾 每到冬天就疼得厉害 我妈把手搓热了 再给他搓腿 我们都盼着他能好起来 盼啊盼啊 在一个初春的早上 他摔倒后再没起来 前来吊咽的人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都是苦命人 可我不想当一个苦命人 我想往上爬 爬到高处去 我拼命学习 拼命抓住我能抓住的一切 学校里有很多女生喜欢木野 他们崇拜他 觉得他帅 但我不喜欢 和小混混谈恋爱 能有什么前途 但我考年纪第一 就能拿到奖学金 他说我太现实 太要强 功力心太强 那咋了 努力有什么错 可很快上了高中 我就发现 只靠努力不够用了 有钱人家的同学 可以上老师特赦的小课 有关系的 可以上更好的小课 他们在小课上 学着课本上没有的知识 原来起点和终点 并不是一条笔直的路 它绵延弯曲 有无数的劲道 这些劲道和医院的 刺目白光一样 将人分类 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 我平等地讨厌那些 轻而易举 就可以获得这一切 却不努力的人 显得我的努力有些可笑 所以我讨厌许初情 一个拥有很多 却只会考倒数的笨蛋 然而突然有一天 他爸妈上门 热情地拉着我的手 说我才是他们的孩子 笑死 两个单眼皮的人 怎么可能生出 我这么好看的双眼皮 我没拆穿这场乌龙 算是我的恶趣味 我就是想看看 许初情会不会哭鼻子 但许初情 毫不在意地吃着龙虾 他一点也不难过 甚至当天晚上就想搬出来 我几乎是在一瞬间 就看穿了他的所有心思 所以第二份亲自鉴定 我也做了手脚 我决定陪他玩这场游戏 私教的小客都很贵 我家负担不起 但是许初情家可以 我会记住每一笔费用 以后我会还的 就算是我借的 许初情的卧室 都快赶上我家那么大了 他拥有我梦寐以求 一整面墙那么大的书柜 他的床 我可以在上面连着翻两个滚 他的台灯很亮 桌面很大 曾经我可望不可及的小客 满满当当地 排在他所有的空闲时间里 我更讨厌他了 现在他在我心里 是一个不会利用资源 只顾着玩什么 交换人生的笨蛋了 直到某一天 毫无预兆的拳头和巴掌落下 只是因为做错了 最后一道大题 我开始为我自以为是的想法 付出代价 鲜艳的墙皮逐渐剥落 露出下面黑色的机型尖刺 我开始理解许初情了 他不是笨蛋 只是一个逃跑的自救者 藏在书柜里 忘记带走的日记 被窒息上锁 整整21次 他站在天台上的时候 在想什么 我还是第一次 有了想要帮助一个人的想法 日记里的他很破碎 可在红旗下的宣讲 又让我觉得 他是那么的鲜活 那么的漂亮 我买了费利特的玩偶 拜托我妈挂在了 送他的车钥匙圈上 他应该会喜欢吧 又遇到木野这个 恋爱脑来刷存在感 青春期的男生 真的很烦人 幼稚的要死 却要装的什么都知道似的 显得自己有多酷 许初情被他吓哭了 在我怀里像一只受惊的小猫 在看见我手臂上的瘀青时 他真的要碎了 其实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和他互换秘密 因为他的演技实在拙劣 每次看我时 眼底的愧疚都在泛滥 我很想告诉他 没事的 姐的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 比你强多了 天台上的风 和他日记本里说的一样 真的很大 但是许初情笑了 他笑起来眉眼弯弯 真的很好看 好看的我想抱抱他 回到许初情视角 高三上半学期结束的时候 我已经能考进年纪前50了 秦牧宇更变态 他抄第二名70分 我爸妈不敢再随便动手了 没错 就因为那70分 秦牧宇终于到达 他想站在的位置了 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觉得 他牛逼 他金光闪闪 喂 什么时候了还愣神 金光闪闪的秦牧宇 用圆珠笔敲我的脑袋 我一直攻克 不下来的数学最后一道大题 课间他能给我讲出三种解法 两位学霸又开小灶呢 能不能代代小的 还是那个嘴贱的反派 他拿着笔和卷子 双手合十 早就没了以前的嚣张 以前那些看不惯我 讨厌我的同学 如今看我的眼神里 再也没有不屑 他们甚至会在课间的时候 热情地邀请我 一起去上厕所 冬天第一场雪的时候 牧野又堵住了秦牧宇 雪落在他手捧的玫瑰上 落在他的头发眉毛上 落在他微微泛红的脸颊上 秦牧宇摘下练习英语听力的耳机 滚 别耽误我考青北 牧野和我很熟了 他绷着眼泪求我 牧宇的耳机塞回他耳朵里 滚 别耽误他考青北 牧野 南崩 头发不再掉了 也不会睡不着觉了 秦牧宇每天还是会雷打不动的 把心掌握的知识点 往我脑袋里复制一份 用他的话说 这就叫知识的巩固和传递 于是巩固着传递着 一眨眼就到了倒计时的最后几天 最近一次的莫迪考 我是年级第六 很难想象一年半以前 我还是年级倒数 秦牧宇送我费利特的八级 他说这是去庙里开过光的超级费利特 会保佑我齐开得胜的 我笑着嫌弃他 迷信 转头就别在了书包上 秦牧宇 祝你齐开得胜 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 祝我们 来来来 看镜头 我给你们照张相 伴随着闪光灯的闪烁 我们的18岁 被定格在了那个充满希望的夏天 但人生才刚刚开始 两天后的考场外面 秦牧宇作为第一个出考场的考生 在记者采访的镜头里 笑得自信又灿烂 说好了 秦牧宇一起坦白了 还是在原来的那个包厢 我爸妈接受的速度 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因为桌子上同时放着 两张清北的录取通知书 不管是我还是秦牧宇 只要是清北就没关系 他们大度地原谅我们的不懂事 烦恼要怎么把升学宴 筹备得隆重一点 好广而告知 送我回家的那天 秦牧宇的妈妈 又给我做了糖醋小排 和油闷大虾 我吃在嘴里闲闲的 捶着头和她说 对不起 阿姨 要是在外面不开心了就回来 知道吗 你和牧宇都是阿姨的好孩子 她又哭了 和当年送走秦牧宇的时候一样 30万的卡她 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 还有一个5000块钱的红包 是她两个月的工资 拿在手里沉得不像话 她说那是妈妈的心意 藏在书架后面的日记本里 写满了秦牧宇的废话 要是真的能考上清北 许初请你高低得给我磕一个 算了 磕头也不值钱 还是送我一套房子 比较保值 升学宴的那天我逃了 但是我留下了录好的视频 在这样高朋满座的好日子里 想必有很多人好奇 他们是如何教育的 长达一个小时的视频里 我全程只是安静地陈述 听说我爸发了好大的脾气 大骂我是一部孝子 不懂长辈的苦心 我妈哭得很委屈 我们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她好 从前站在天台上的时候 我只想通过死亡来惩罚他们 让他们醒悟 让他们懊悔 让他们痛苦一辈子 现在看着木野在现场偷拍的视频 内心只有坦然 我没有原谅他们 也不接受他们在我身上犯下的错误 但与其和他们争论一个 永远没有结果的对错 我已经有了更高远的目标 我会走得很远很远 我会过得很好很好 他们再也追不上我 二 我妈打电话来问我 今年要不要回去过年的时候 我正在包饺子 我其实不太会包饺子 包出来歪歪扭扭的 力都立不住 其木语还不如我 她把两个饺子皮盖在一起 美其名曰 飞碟饺 妈妈夺走她 还想接着搞创造的饺子皮 不会包一边去 别浪费我的饺子皮 你又去勤家了 电话那边的声音变得落寞 这么多年了 我和你爸都盼着你回来 明年吧 明年看时间 我漫不经心地敷衍 这几年 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我爸的公司连年亏损 一百多人就剩下二十几个 我妈从班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越来越跟不上现在的教育模式 强势不在 倒是一年比一年变得温和 你爸生病了 有空回来看看他吧 好 你在外面过得好吗 挺好的 说着说着 电话那边又要开始哭 每年都是如此 那先不说了 我准备挂电话 出情 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做父母 当年的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对 对不起 对不起 妈妈和你道歉 我叹了口气 可你们明明已经当过一次孩子了 三 硕士毕业的第三年 请大律师拥有了自己的律所 接的第一个案子 是麦巴和车主 凌晨打伤清洁工人的案子 车主家里有点钱 还有点小泉 仗着事发地没有摄像头 到反天刚 竟然把躺在医院的清洁工给告了 赤巨资 请了业内资历很深的大律 反正就是不愿意出半点赔偿 最看不惯这种道德败坏的有钱人 秦牧宇没在怕的 连着跑了好几天证据 开庭当天 车主发颠 公然嘲讽 女人当什么律师 是不是接不到活呀 秦牧宇半个眼神都没给他 只是提交了一份视频证据 那天在马路对面 正巧有人在直播 直播回放里 记录了完整的事情经过 从头到尾 清洁工都没有还手 是车主的单方面殴打 铁证如山 给资深大律都搞沉默了 秦牧宇竭尽全力 为受害人争取到了最大程度的赔偿 然后 在受害人的小女儿 哭着说要报答她的时候 她只说了四个字 好好学习 我开车接她回家 离她律所不远 我买了一套两室一厅 家里有一整面墙 那么宽的书架 有一只猫 还有一只狗 今天是她的生日 生日礼物是房门钥匙 我可不交房租啊 秦牧宇开心的要死 拿着钥匙宝贝似的往包里揣 不交就不交吧 谁叫她和我一样 是尊贵的业主呢 我说 房本上有你的名字 秦大律师 这是我们的家 生日快乐 全文完感谢观看